看這個例題 剛才已經講過的就是 3x2四方解5x-2 除以x-2的余式 好 我們說如果直接用余式例題的話很簡單 你就立這個除4等於0 所以換句話說x等於2對不對 你把這2整半帶進了這裡面就好了 所以結果等於多少 是不是12-12 0 這個0就是你的什麼 余式 好 那剛才已經證明給你看過對不對 我們就拿這個 3-5-2去除以1-2 除外結果真的余式是0 對不對 所以我看我們激動過程是沒有錯誤的 這樣會了 好 那現在這個重點這邊請記下來就是 余式的四方百分之百一定小於除4 換句話說你看一下 如果假設這樣是個x平方解2x解1 然後除以某個段式請問你我的余式會多少 多少我不知道 大陸要保證他一定比2四方怎樣 小可能是一次方也有可能是常數項也有可能是什麼 聽懂嗎 你不要以為余式一定是數字 那是因為我們之前做的每個題目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幾次方 這個不是x-2 不是一次方嗎 所以我的余式一定比一次方小 所以只能是常數而已 並不是每個題目都像這樣子的 聽懂嗎 比如說我示範這個給你看 我們舉個例子好不好 譬如說我出龜毛一點的 如果我選這個地方 3x4四方解5x3四方加2x平方解1 對不起 減1 1x好了再加1 因為盡量比較普遍好 那如果除以誰 除以這個x平方-x加1 好 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如果這樣除的話會有什麼結果 來 3-5加2-1-1除以1-1加1 對不起 然後1-1加1對不對 好也是一樣 這次有三項對不對 所以一次除三項 所以多少 3 所以三乘過來變多少 3-3加3 好往下減 -5-3-2-2-1-1-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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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-2x 加 4 你們看到 你背一個二次方除的 我的魚式就可能是一次方 或者是長處下 或者是正處 這樣聽懂嗎 那我如果背一個四次方除呢 那我的魚數呢 我的魚式就可能是三次方 二次方 一次方 長處下 或者是正處 這樣會嗎 反正不管怎麼算 都一定比他次方小都對 就像是一樣嘛 被七除 某個數被七除 我的魚數可能多少 一定是 0 1 2 3 4 5 6 6 8 對不對 有可能是 8 不可能啊 因為如果8的話 再多一個數字就可以了嘛 這樣聽懂嗎 所以觀念是一樣的觀念 這樣會啦齁 好 OK 這個你把它炒起來